就知道不可能是不是除非要么是一是之前段位比较高啊之前可能就是翡翠级这样啊要么就是这个呃胜率比较高只有两种可能 小子干坏事是吧啊看我不打死你 主要我现在不打他他等级起来了他就要打我了没办法我现在不去找他他三军就要来找我了不如主动一点 你又打不到啊你开个Q干嘛呢啊哇挺会骗的呀 我往后面刮个盾往前一发平A 啊啊升级了为什么往后面刮个盾呢因为我往前面刮他可能会写些躲我的这个W所以我就说挂个盾肯定能打过 真的假的我能被盖伦单杀的啊啊没道理太没道理了各位我技能空太多了 哎呦这两刀都没不到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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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点压力来点压力小问题的我的还是一血 没有没有单纯的是我太蠢了这不我操作Q空了他一转上来Q应该很好命中的空完了哇这家伙要先出攻速血啊 你看看这Q空的很离谱你看我Q不到啊这是一件很没有道理的事情 我又Q空了Q没中过各位又空了Q的命中率50%都没有这样 是他Q空随便打的呀 不是 不是 伏笔了这个鞋子我买个鞋子应该死不掉 我买个药应该死不掉哎呦这伤害能不够的嘛好假 我要被盖伦打穿了吧啊 被单杀两波了 这波操作其实没问题 但是伤害差好多啊 伤害差的意思 为什么这伤害不够啊我A了他三刀啊 然后开了E啊这个E就打了他60滴血 伤害太低了 还是得配合Q啊 感觉 有没有老有人解答一下啊 这不是不是不应该三段风然后再开E 先开E再三段风是不是这样好一点 我就感觉伤害欠缺了 你看BY的走位我靠 好能走啊 不是他太能扭了你看他这个 跟他能扭 我又要打不过了 进入一个持久战我就B端就很明显 我要吃药去吃药死 但是我只要下一波回来我就能打过了 我这好远 他可能不会给我这个机会 他在等回血他在空线那这波还有着打 好贱哪这盖伦 给我打消耗我能打得过他呀 卧槽 又跑了 别打到 哎呀 歪不了了 那怎么办呢啊 我往回大他直接一个大招就把我杀了 没事反正队友也以为我是个傻逼啊谢谢 先先假装我是个傻逼吧 反正队友也不会说我啊 哎呀套不过他一点呢 装高手是吧 我乱闹开死你啊 知不知道什么叫做 数值666啊 装逼 这就是永恩0-3爆炸3-0 哎 这个啊 这个我要就要洗一下了啊 这主播的操作啊 永恩可是号称最难的英雄啊 纯纯是主播的操作好啊 大家好好学就 好了啊 0-3都能打得过3-0啊 好好学啊 什么主播怎么这么帅 0-3都能爆炸3-0 哎 基本操作啊 慢慢玩啊 不着急的 嗯 嗯 嘶 嘶 为什么要0-3呢 这不是为了更加方便的展示吗 对不对 为了更加方便的展示 要是直接3-0对吧 不会这么跌宕起伏是不是 那如果Q不空有没有机会啊 好像伤害还是会差一点点 可惜 卖这个应该钱不够吧 10秒钟应该能加个15块 差30块我肚层要顶不住了 盖伦吃肚层很快还有爆破 盖伦也要学我的断线 还要和我一样 他不会拦我吧 这波大剑 全是操作好好学啊 各位 这个 这个 帅了不贪 走 炮车怎么漏了好奇怪 既然这盖伦这么有实力尊重一手 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 这两个校园怎么不发力啊 王子是挺发力的抓挺多人的 我等级还是没有领先 伤害好高啊 这都把我秒了 他这波是一级大还是两级大应该是一级大吧 W空了呢 感觉碰到盖伦第一时间得一拉开 卧靠 一套就直接死了吗 我还带海骨呢 好高的伤害 杀了我几波了 杀了我四波了 下几杠几 4-2 直接就得E往后拉 不然 直接就死了 不是对手 太脆了 被E赚满了是吧 是看到他就得E 我认识他伤害不会那么高呢 出走都被狠狠拿下了 真有实力 一人一波吧 真打成回合制游戏 这波我要刷比他更多的钱 防止下波又被他打回去了 贪一点贪一点 对面是个蓝凯 不然我都想把先锋给偷 骑骨相当对手啊 我也经常打他他的啊 别急啊 慢慢来 他大招好了呀 他大招好了呀 感觉这个盖伦闭闻着味儿来了 先锋 那不会 我们的目标本来就是先锋啊 这波 开一步来我感觉我是能操作的 帮我守下塔吧兄弟 我的塔需要你啊 黄子哥 这样感觉守不住他硬拆了 守线就行啊 守线就行啊 黄子哥好像真有实力 让他Q快好喽 哇EJ踢过来把他吃了 哇这EJ还挺敢打的哦 就是 � 队 人贸 事 不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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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你也不让我吃啊 啊 他的塔有点难遇啊兄弟 不要这个 太肉了 两个真伤给我一挂人抵不住呢 前锋还咋一半呢 帮他,帮他,帮他 帮他 好胖,帮这个 放心我不会抛弃你的 你死了我也不想护卫泪啊 前锋应该还在的,没事没事,还有一波机会 去下路吧 反战现在不好打 进度应该还有20秒 都在打架 辅助在跟辅助单挑 AD再跟AD单挑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 下路1比1啊 我想去下路 这波是不是应该得上去 有个鱼 唯非作歹 这样子有个破败隐摸刀 可以拯救灵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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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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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怪,这居然没死,我以为他死 谁呢 这不我拿了三个中击 600的900的600 一波肥了 太装逼了这两个人 一波起飞了 一波起飞了 但是盖尔伦一直在上路 我去下路带 我是单挑战肯定随便打 打两个打三个 就是看操作 把盖尔伦吸引到下路来吧 感觉还得再出个暴击的 太不给我面子了 派个EZ来守塔是吧 你想不开啊 险胜啊 还是得拉车打 他这下火战斗的也挺猛的 EZ会刮个大招 他会往哪刮 我炮车又漏 被他看到 我炮车的钱都感觉都够买一把小剑 我觉得我可以大胆一点 是不是一把大剑的钱都够了 我炮车漏了 这我能吃一下吗 你吃吧你吃吧你吃吧 跟有病一样 那就跟神经病一样 算了算了 我们不跟他一般计较 我们去上午 他要带一下给他带 不是人了都 哪是人呢 人说谎言 人说谎言 金 数字 啊 哪是 谁 我以为法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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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台又没了 其实我不想给 哎呦不想给他的呀 他吃了好多塔钱呢,一个塔两个塔 一个塔两个塔 这个塔我不知道是不是,三个塔 而且两个都是大塔签的,特别值钱 哎呦就差一个炮车签,我真服了 哎呦先这样吧 上网塔不是盖伦的,哦,EZ吃的 你打不过他被大宝剑了哥们 你会往我这边走吗 行吧,这边打也一换也不亏 我可以 我可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用超神啦 哇他在守我的,守我 挺猛的呀乌鸦 可惜有个中亚就不敢就操作了 他在后面守我呢fuck 我可血能操作吗 你这可血是不是没可到 对面好像都出魔抗了,没有 买个便宜货吧 我们便宜的都买不起 便宜的买不起的话 暴击的 这个 繁星的提醒 要不然来个吸血的银血肩 穿甲吧 穿甲吧 这个打肉快 他又要吃蓝又要吃红啊 是不是要来吃红了 算了不给他了 我看到谁了 我现在砍的好快啊 各位 好像在砍 砍瓜切菜的那种感觉 是 走啊也不是当初那个 压力非常大的我了 砍他特别快 这就是最后的轻鱼吗 现在已经不是当初那个被月塔的我了 打赢了呀 他是不是还隐谋到啊 复发过 一波了各位 我这边打赢队友这边打赢了 其实好像是能一波的 但是我们已经有点不一样 要不你跟他打那个吧 我也不怕多后期的 已经有点不统一了 那这样一波就一波不了 他怎么这么脆啊 现在 啊 他好脆啊各位 什么原因 是我的输出太高了 还是他太脆了 之前感觉要砍半天 现在两下就砍死了 我往后就关灭痛 这不能换装备了 操膨胀一手 都是鼠杯 给他掏出我的大无忌啊 冰拳 没有的东西不要了 面具在有 A加一千呢 挖上A加一千呢 我这刀都变大了 他怎么一撕血了 什么情况 我不想带线 我要去打人呐 带线没有意思 两刀就砍死了 还有没有人呐 谁人可以砍了 看起来这把0-3开局很丑啊 后面还是挖起来了 好多天不见啊 三天了好像是 这两个消炎不是消炎吗 应该是的呀 一般来说你黄金这要么就是胜率很高 要么就是那个能排打翡翠的话 要么就是之前有隐藏分呢 我看这两个 63胜率 你也不能说他不行吧 63胜率还行啊还行 至少这得胜率比较高一点 喜悦鬼呢 喜悦鬼看不到啊 那我就不知道 好的我们下一个吧